你这头发怎么还有彩绳啊 你这头发怎么还有彩绳啊 咱俩前几天不是刚结婚吗 人家给我吞着彩绳 可能我没弄掉 你这头发有几年没洗了吧 看你这头发有几年没洗了吧 什么呀 我都没洗了 我刚洗的 刚洗的 刚洗的这头发怎么就干了 我 我用吹风机吹了吹 都吹干嘛 老公你去给我 给我吸点水火吧 去吧 行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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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老公 咱们家买的洗 买的洗发水 从来都没见你用过 你是不是嫌洗发水不好 是啊老公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你要是不喜欢 那我就 改天我就 给你买好的 不用了不用了 再说我洗头 就是在我 我一个闺蜜的理发店里洗的 挺方便的 丁丁 你说你老是在你闺蜜那 洗头也不行 咱家的条件 不是多差啊 你说你想要什么洗发水 我去给你买 不用了 我在我闺蜜那洗的挺好的 再说了 我俩关系好 我也经常请她吃饭 那行吗 那行吗 我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我从来没有见天天洗过头 我今天飞入烫了酒精 老公 怎么了 点点 你 你怎么使得秃子呀 老公 我都被你发现了 点点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老公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有意隐瞒你的 只是 我小时候 生了一场怪病 然后我的头发 一点一点的 全都掉光了 后来 我怕别人说我 我怕找不到对象 所以我就一直 戴着假发 我以为 你发现以后你会 会抛弃我 所以我一直不敢跟你说 你没洗过头 点点 你说什么呢 我们俩可是夫妻啊 就算你没有头发 我也不会不要你啊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又不是你的长相 老公 你怎么想的呀 点点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再说 现在的医疗 这么犯了 我一定能把你的病 给看好 老公 你真好